到现在了,为什么还要很多人继续上当受骗呢? 我在今年的,也就是6月份到10月份,我不间断地给大家分享这种高科技的新生骗局。 可是呢,有可能视频发布的还是特别的少,没有让很多人看到。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节视频呢,陆续给大家分享这种高科技的新骗局。 同时,我也是这种高科技新骗局的参与者,同时也是一个受骇者。 我们上当受骗之后呢,我们组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群,一共能组建到的最低达到13个人,高达15个人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里面还有亲戚要做,有做的,所以说我们村里面有一共是有13个人,其实里面一共是有15个人。 这是我们能够组建到的有这么多人,没组建到的外面人还有很多很多。 这种高科技新骗局,我当时分享的话题也就是说,我们短短的也就是说13到15个人通过7天左右的时间下定了决心,投资了一共,一共啊朋友,不是一个人投的哈,最低会达到八九十万元。 高会达到一百一十万,甚至一百二十万,一百三十万都有了。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片局呢?耐心的听一下吧。 希望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,转发点赞,让你的新编的农民朋友,亲戚朋友,一定把这视频给看到,传达给他们,不让他们再次的上当受骗。 大家好,这里是三楼雷哥,听过这个前段的这个接奏呢,可以就听起来比较的寒酸,对,确实比较寒酸。 再者呢,现在已经是2023年的这个年底了,今天是2023年,12月29号,再过两天,2023年即将结束,迎来的就是咱新的2024年。 年底呢,骗子也是非常地猖狂啊,年底了很多打工者们,也都是手里面赢的钱了,想创业,想在2024年做一番自己的生意。 但是做生意之前,我们一定要擦亮眼镜,不要被一些小人给骗了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种骗子,就像市民开始说的那个样子,标题所说的那个样子。 十三个人,短短的七八天的时间,被骗了有一百多万人,究竟是怎么被骗的呢,一会儿你就知道,打完了。 是这么一回事啊,我在大前进的时候,接到一个,也是属于我的粉丝吧,给我打了一通这个电话。 你就是三楼雷哥是吧,我对视的,他说我看到了一个视频,也就是说这种骗子,我说哪一个视频? 我说分享骗子的视频太多了,他这样说,也就是说那个一个加工收集线呢,我说对,是的,我是个参与者,我也被骗了。 刚刚我的视频开始也和大家说过了哈,我考察这个生意有两年多的时间,但是结局还是被骗了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可能是我容易被骗吧,心比较善啊,真善假善,大家说了算。 我的老粉应该知道啊,他跟我说的时候呢,我就问他一句话,我说你做了没? 他说做了,已经都投进去了,前前后后,加上房租,加上身边杂七杂八的一些成本,差不多最低。 我听到话音,因为当时比较忙,听到话音,有最低是十一万,高达十二万的一个投资。 啊,这一点,一点都不假,朋友们,一点都不假,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骗局呢,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 同时呢,他也给我发了一个视频,还有里面配的他一些语音,大家可以清一下。 这是我这里,就是还没有开始,第一批货都没出去,然后就是也在这里的时候,动了一下这个头子,结果他一走,不行,就整个机器不行的成功状态了,这,这也是第一批料,全用在那个调试机器的。 啊,料已经用完了,但是没有,没有那个,就没有生产出产品,现在叫他来我这儿,一个月了,啊,就是都派一个月了,29号,今天10号,也29号,一个月了,还没来人,不准,没办法呀,他们不来这机器不会使啊,也不是机器不会使,还是机器本身就需要调食坏的,等于。 你说退,如果退不了钱,就咋整呢? 我相信能够听完这个视频的朋友们,刚刚也都说,咱们这个粉丝发来这个视频,我相信你们都应应的听得清楚,因为他说的也是普通话,是不是? 大家都非常清楚,通过视频咱们都会看得出,是不是和我以前所分享的一样? 扎工的数据线,音频线,当时我打电话的时候,当时我也特别的欣慰,也比较的寒酸,原因呢,心疼他。 结果在我跟他聊天的时候,他也说到了,他是一个小白,我说你先看我视频,你再投资行不行? 你还没给,你看完,你再投资了,再刷到我的视频了,他不是那个样子的,三宗雷哥,我是在网上搜索到的。 那这样说的话,那咱们有些友情可原啊,朋友们,友情可原,所以说呢,这种心情骗局,屏幕前的朋友,既然刷到了哈,希望传递正能量,把咱们视频给传递下去,不让这些不把分子,可以说不让他有诚可及,不让他骗任何人了,好不好? 他们这个骗局呢,可以说,玩的比较的,套路比较的深,而且玩的都是文字游戏,钻的就是法律的一种控制,我说这句话,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,说白了,也就是说,你既然是向他收编了,我们再用法律手段再去做事的话,基本上你做不来,失败率特别高,相信大家能够听明白我的意思啊,好了,咱们废话不都说了,咱们植入政体, 为什么被骗哈,我在这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哈,拿着骗的公司,我也不给大家说了,大家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了,为了啥,你知道,也就是说,他这种加工行业,大家通过刚才那个视频都非常清楚,就加工数据线,音频线,数据线,音频线,音频线,视频线会们,音频线,视频线,这个产品呢,因为我没有,今天没回老家,回老家的话,我给大家拿了一个哈, 拿了一个这个商品,这个音频线,视频线,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,那个DVD上面的一个线材,DVD上面的一个线材,这个线材呢,可以有只能出口才可以卖出去,在这么国内,质并没有多个市场,啊,市场需求特别小,啊,只有在国外才可以有的,所以说呢,呃, 呃,这种是加工是可以加工的,但是呢,里面有一定的套路,套路套路是什么呢,每天你要加工整四千条,啊,加工整四千条,啊,呃,你加不工,加工不够这个塑料,即便你赚不到钱,现在还出去赔钱的一个状态, 同时,我们当时也组建了这么多人,组建有十几号人,在里边可以说,像一些老的加工户,啊,老的加工户,他们加工有半年了,而且基本上都达到了四千条,最后一算,还是处于一个赔钱的状态, 大家呢,听这句话应该能明白什么意思吧,也就是说,他们所要求的,你基本上达不到,即使你达到了,你处于赔钱的一个状态,我们做生意,我们创业,目的就是多赚钱,可不是要赔钱,更不是让这些不法分子,赚空子的不法分子,可以说,不让他们有,不让他们继续行骗就行了,是不是朋友们,所以说呢, 他们这种骗子,他们所要的一个要求,根本就不会让你完成,既然你完成了,既然你完成了,你还处于赔钱的一个状态,原因呢,那个料子,他们要求都是特别的,特别的紧扣,意思是什么呢,你浪费一点料子,你都赔钱,有些料子卖给你的,当时我还记得,我买了是一起, 将近一千四啊,还是多少两千块钱的料子,他们也都打水漂了呀,而且我一分钱的加工费都不要到,里面的套路太深了,朋友们,不是说这样的,不是说完全的是骗局,但是有这样的生意存在,就是看你能不能找到很多人,就是看你能不能加工出了这样的商品, 并不能说完全是套路,并不能买,完全是骗子,他们是一种套路,这种套路呢,基本上查得不到什么什么的感觉,啊,他们所走的这个程序特别真实,合同也给你签,设备也给你签, 而且你每一次送货的时候,他们也给你签合同,什么都有,走的都非常正规,你根本就找不到,啊,你根本就找不到,啊,你根本就找不到,你,你的退路到底是在哪里,所以说呢,看完这个视频,也就是说视频看到这里都不用美,一定要擦亮你自己眼睛,啊, 如果你刷到他们的在,一些短视频的一些视频呢,或者是做一些那种广告呢,我们不要轻易上了手片,因为农民的朋友赚钱太难了,咱们农民朋友一年,如今是种地的,啊,更加的寒酸,这个粉丝朋友呢,他也是,说了一个关键点,他也是贷款的,贷的款,创的业, 我当时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,啊,特别的心酸,心里面说不出来一种滋味,农民,太难了,希望呢,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,还是另一句话,啊,咱们传递正能量,转发出去,告诉你身边的亲戚朋友,不让他们再次的上当受骗了,这个高科技的新骗局,可以说,防不胜防,真的是,结局,很难堪,好了,今天视频就和大家简单的落到这里吧, 希望,平衡天的朋友们,咱们传递正能量,拍摄视频我用意,今天天气特别冷,希望让更多人,看到这视频,转发,点赞,下个视频比这个更精彩,下期不见不散,拜拜